老师混游案被告大同长肌董坐高正立 昨天夜里是突然现身于张化县西派出所 那么但停留不到一分钟就随即离开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列克连线给张俊斗为大报道 您看到这段稍早画面是在张化县西派出所的大门外 那么这名头戴鸭舌帽戴着口罩的男子就是大同董坐高正立 那么在省了好几天之后呢 他现身在派出所 实在是因为检察官起诉他那么限制住居的情况 因此他必须到派出所来报道 但是呢面对媒体的访问 他始终不发异语 快步的走进派出所 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画面 高正立进入派出所之后只做了简短的签名 随即离开派出所开车离开 但是在过程当中呢面对记者提问 包括了卫生局将开罚他18.5亿这样的一个罚单 高正立始终都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戴着鸭舌帽 戴着口罩 眼神当中充满着疲惫 因为每天早上都会有退货的民众到场区来 是不是因为这样也让高正立选择在夜间到派出所来报道 尽管高正立遭到检方起诉了 不过这个星期呢混油案的重点 除了官方将对高正立祭出18.5亿的重罚之外 另外呢这个混冲棉子油的油品尽管回收了 但是官方说这部分呢其实业者可以换标再上架 那么高正立是否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接下来也都是持续观察的重点 你可以看到高正立在昨天午夜 现身排出所签名报道的画面 这是目前问题讲 我在彰化的稍早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捧内主播 好谢谢郡斗连线报道 我们稍后也会有完整内容提供给您 谢谢郡斗连线